男人只是喝了几杯马尿 就要把服务员给办了 见有人上来救场 男人立马不乐意 你开他等 之所以这些人这么嚣张 是因为他有个有权势的父亲 不但借着老爸的名声白吃白喝 还欺负不少女服务员 他走了谁陪我喝酒啊 我陪你喝 行 兵哥是新来的安保 见对方年轻气盛不懂事 于是便想陪上几杯一表歉意 可小混混根本不把他放在原里 还没等兵哥反应过来 第二个酒瓶又砸了下去 但兵哥却纹丝不动继续倒酒 随后混着流下的血水一饮而尽 这回行了吧 继续 见晓混混不依不饶 兵哥也不打算惯着 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这些人渣做人 他先将所有无关人员赶出门外 接着将门反锁 并用衣服挡上玻璃门 而此时的混混态度变得更加嚣张 你信不信 我今天就算把你弄死在这个屋子里头 我能搁酒也不会有事 我不信 死了 兵哥你没事吧 没想到还不到一分钟 几个小混混就被兵哥打得抱头鼠窜 没过多久 潘队就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诶 赵书记 我刚下班 你认识成斌吗 成斌我知道 以前跟我是一个支队的 很快潘队就急忙赶了过来 听了这话 赵书记更是颜面扫地 他心里清楚是自己儿子不争气 二话不说 直接让潘队把几个扁犊子给抓了起来 等人都走光后 潘队不理解 为什么好好的工作不去做 却非要到这种地方看场子呢 可在成斌的眼里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短期内赚到更多的钱 以此来弥补刚去世不久的七叔 七叔不仅是公安部门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还是成斌当初在刑警队的师傅 成斌更是把他当成自己的父亲对待 而他跟七叔的故事 还要从成斌年轻的时候说起 当初成斌每天拿着刀到处惹事 正是七叔夺过他手里的刀 还给他找了最好的学校 毕业了又让成斌参军入伍 退伍以后 成斌终于如愿以偿 穿上了和七叔一样的警服 可是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好警察 在一次审讯中失手打死了人 还拖累了整个三大队 让杀人凶手逍遥法外 成斌答应过七叔一定要好好活着 并抓住凶手王大勇 可当初的承诺 他现在一样都没做到 直到七叔咽下最后一口气 也没看到成斌最后一眼 成斌更是后悔莫及 他现在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帮师傅追回那笔腐血精 可让人犯难的事 因为当初七叔是在家门口倒下 队里并不承认这是工伤 所以成斌才会拼命打工赚钱 他把赚来的十二万全都给了师母 虽然王大勇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可现在没了七叔 成斌也渐渐地开始自暴自弃 过起了止醉精迷的生活 还带着一伙小混混去养老院搞强差 可他们刚到地方 一位老人不停地对着成斌 叫着王大勇的名字 原来此人正是凶手老年痴呆的母亲 一个小混混更是嚣张 还要开车去撞人 眼看老人有威胁 成斌二话不说就将自己人一顿暴打 然后加入了老人们的阵营 这样一来 搞得所有小混混都不敢上前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而看到大家视他为英雄的样子 成斌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 原来自己的骨子里 一直住着一名心存正义的警察 他知道远在天堂的七叔 也不想看到他颓废样子 于是他带上七叔送给他的手表 再次踏上了追凶之路 制作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